明明是下雨天 大牌水溝卻出現兩種顏色 還夾雜刺鼻味道 民眾網上追查 真的發現有人正在脫牌 都已經被抓包 工廠人員還態度囂張 跟民眾一來一往 延遲交鋒 而這起疑似工廠脫牌 一號下午三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大寮 關明路上的一間油品工廠 果然環保局到場一看 人贓巨貨 原來工廠後門就緊鄰大寮大牌 環保人員到場 地上還留下處理過的水渍 不過有沒有偷牌 對方必中就親 借口是員工清洗空筒 才會不小心讓有機溶劑流進水裡 由於日前附近民眾就經常看到有污水流進大牌 除了影響農作物的生長 還發出惡臭危害居民生活品質 沒想到這次利用雨天掩護 工廠再次偷牌 還好民眾扮起柯南 及時火逮 如今不管是不小心還是故意 環保局都認定已經違反了費金法 直接開出14萬4千元的罰單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